天强国际统计会第40届会长的市民代表胡仁顺 目前与会内会兄共同前往明年国小自强国中 自赠两校篮球各一批 胡仁顺表示台湾逐渐度过疫情 家长和市长都认知到健康才是学童最好的抗体 多运动增强体势能 有活力则免疫力自然提高 而胡仁顺特别没和相关资源回馈给自己的母校 两所学校都是发展篮球运动的重点学校 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胡仁顺表示篮球可以说是国中小 校园最受欢迎的运动 他向母校明年国小自强国中 更是花联持续发展深耕篮球运动的优质学校 除了精神上的支持竞赛时的实质鼓励外 最实际的就是补充体育器材实质的效益 运动是很好的学习 针对运动更是难得的生命历练 到我的母校自强国中及明年国小 捐赠篮球乙批 那也希望自己的小学弟小学妹 能够在篮球的运动项目上 在台湾疫情趋缓之后 大家都能够增加我们的运动量 增加自身的运异力 尤其自强国中及明年国小都是篮球发展的重点学校 那两校的师长都能够在学校的 合同运动项目上面加以支持 能够让自强国中及明年国小的 在运动项目上增强砥研 那也祝过我们这两校的学弟学妹 在疫情趋缓之后 能够透过篮球的运动 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胡仁顺此次自证篮球给自己的两所母校 更是借此机会谢谢两校 在课业外重视五欲均衡 感谢学校、行政团队、教师团队的通力合作 家长、加油团的用心支持 在教练的全新指导与训练下 明年国小、自强国中 均能够在篮球运动上屡创佳击 身为大学长的他也予有荣誉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不到